我妈你想哭就哭出来 别憋在心里边 是 你需要哭出来 哭出来呀 才好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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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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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碗粥是豆瓣吃的吧 豆瓣的伤势谁来操办 跟宝发商量商量再说吧 一会咱们和计和计吧 小虎 嗯 豆瓣的爸爸过世了 邻居们想送送他 大伙准备凑点钱 我们都很忙 您就代表了啊 那好吧 大概是小米回来了 我来吧 周老师在 妈 弟弟妈 来来进来坐 进来坐 不了不了 这几百块钱就交您这吧 好好 宝发说让您受累了 没什么 丽居他爸爸事情太多了 大家分担一点应该的 是是是 那我就走了 好 走好啊 周老师 哎 哦 好婆 周老师 这是给德红妈的一点心意 好的好的 好的 他娘太可怜了 是是 好婆 你你你 你保重你别多难过 好婆还要去看德红妈 我不让她去 我怕她还没说上话就又哭了 怕德红妈更伤心 对对对红衣你做得对 好婆你别伤心了 事情都发生了 咱们谁也没想到的 嗯 你别伤心了啊 好婆不要伤心了啊 周老师那我们走了啊 好好好 来好婆来 走好啊 好婆来 走啊 想想做人真没什么意思 活生生的一个人 一被眼就这么没了 是啊 人活着的时候啊 开开心心的 死了就什么也没了 哎 人呐什么都别往心里去 想开点 谢姨妈 哎 你该吃的吃该穿的穿 人就这么回事 我也想穿了 把锅道里的那些东西啊 全给卖给费品回收站了 买了个鸡 炖的汤 吃了还饱口服呢 谢姨妈 你可真是想穿了啊 是啊 你也想想穿 别口渴自己啊 对对 嫂子 老刘啊 请进来吧 那天我当班 所以没去 今天我来看看 谢谢 谢谢你特地来 德红他爸 老刘来看你来了 德红他爸 老刘来看你了 别借了 你想抽 就抽吧 他一辈子省吃俭用 也没存下钱来 老刘啊 你可得想开点 别像他那样 别像他那样 身体好的时候 老是惦记着钱 身体不好了 惦记什么都没用了 这人哪 就是一口气 说没了就没了 嫂子 您的想开点 别太伤心了 活着的人 就得好好的活下去 是啊 是得好好的活着 不为自个儿 也得为儿子 来 你来吧 谢谢 谢谢你 快点 莉莉 这些钱 用不了了 我耳边一直想着我爸 de声 德红 你要振作起来 我想你爸 不会喜欢你现在的样子 我懂事太晚了 没让我爸过上这好日子 这辈子 我都会自责的 让你妈过上好日子 不一样吗 我想 现在最需要关心的人 是你妈 德红 趁你妈和我妈很好之际 把我们的事说了吧 这样 我可以照顾你 莉莉 我谢谢你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我心里 真的很感动 可是 还是 还是等一等吧 过些时候再说 好吗 好 我听你的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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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记不可 记上记上 谁发明那玩意儿 摔在脖子上 和上吊似 憋死我了 刚上任就说这种不吉利的话 我告诉你 这不是为你 是为你们厂子 你得注意自己经理的形象 我这德性还有什么形象 蛮好吧 这什么时候变肚子这么大 哎呀 爆棉碎了 来 伸袖子 来 蛮好 蛮好 就这样了 我告诉你啊 上班的路上你可注意啊 看看地上有没有坑 天上掉不掉东西啊 你现在呀 是我们家的大宝贝喽 可不能有半点闪失啊 当然 来 非带着毛不可 公文包嘛 配套的 你看 空的呢 多好看 别拿了 拿着拿着 大经理哪有不带公文包的 好了好了 大经理上班吧 只是这样啊 漂亮漂亮 像不像个经理 怎么不像啊 像嘛 像嘛 像收账 胡扯 外头人多不多了 哎呀 等消息了啊 哎 好了走 当心啊 哎 郝总 哦 宝发 嘿嘿 来来来来来来 坐坐坐 谢谢 坐坐坐 啊 来了啊 哎呀 现在销售部 有我在贷款 是 你来了就好 我把工作给你交代一下 然后我们就多沟通 好 郝总 我不知道干得了干不了 你一定能够干得了 啊 就有信心嘛 自我的精神鼓励 在人生前进的道路上 是不可缺少的 是 我有信心 嗯 好 呃 你的工作呢 首先 是金检销售部的人员 还要下一批人的岗 还要有人下岗啊 对 市场经济 讲不得温情啊 谁不行 就得下 销售部 是整工工厂的枢纽 必须保持高效率的运转 就好比高速公路不能受阻一样 我明白 教授部就好像人体的心脏一样 对 就是心脏 哎 来了 哎 你们好 刚刚上任就一脸的丑容 这怎么行啊 这个经理不好干呢 人家想干还干不上呢 哎 不好干你也得给我干啊 最近 我在场子顺气多了 我们立体的爸爸是经理 将来孩子找对象 那不更得往高乐攀哪 这都没用 你干的好了你是经理 你干不好你什么都不是 全场的人盯着你看 你得想办法养活他们呢 你想的太多 一步一步来嘛 你这么想反而把自己困死了 哎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你没逮过人哪 当领导真是有当领导的难处 你看 你楼组长当的不挺好的吗 跟家长似的 这经理呀 你一定能当好 爸回来了 哎 这家呢 爸 哎 文化工的京剧班啊 要演出 哦 就原来您交给我的那段 哎 您再给我温息温息 我老心里没底 行行行行 老爸 嗯 别这想了经理的事了 你听我唱道 没事儿唱唱 啊 好 希望 我抢了,抢了, 再摆上去。 你这毛病啊,就跟你的脾气一样,太急。 爸,那再来。 来啊, 我答 ép你解释的。 你还能把人扔了。 我百分之后,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老太太现在对我呀是一百一 我说怎么我说话你老拧着呢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知道吗 烦热都得赶早 知道了 你吃饭不要生气啊 哎呀我生什么气啊 跟你再一块吃饭 我乐还乐不过来呢 那你就多吃一点啊 我还提醒你 那跟老太太公正的事是大事 你得抓紧办 可是老太太说 要等全楼的邻居都同意才去公正 那干嘛呀 我可告诉你啊 你要是她的干女儿了 她的财产将来你都继承 你的户口也能进上海 你就是上海人了 咱俩就结婚了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我会赶紧办的 赶紧办啊 嗯嗯来 十一号核实户口了 generational 你老实我承讯 他赶紧 不过 你们两个 我知道了 我赶紧 你呢 你这儿 你也是 你那你 这儿 请等一下 好好好 大爷 这是金宝发他家 你儿子的是吧 对 你儿子的 好 拿好 这是我 这是你的 大爷拿好 谢谢啊 谢谢你 好的 蒋春红裤口注销了是吧 陆主任 大妈 你好 陆主任 是不是快要拆迁了 快了 大妈 哎 我到楼上去看看啊 好的 老婆 现在十一号的人啊 各顾各都来不及 哪有时间再来管我们俩的事啊 不会的 他们在忙啊 他也会管我们的事情的 嗯 他照顾我那么多年了 我还不理解他们吗 那是以前 现在呢 谢一家忙着做生意 宝发又当了经理 德红妈又刚没了德红爸 好婆你想想 他们哪里还有心思管我们呀 再说了 这些事情我们也不要去麻烦他们嘛 嗯 有道理 好婆 周老师不是说过吗 我们俩的事情还要有国家承认 那我们直接找国家不就得了 再说了 这儿的房子马上就要拆迁了 我想多一个人就会多一点面积 你说是不是啊 哎呀 你的脑袋瓜子真灵啊 好婆 嗯 一会儿我们就找周老师去问问 看看这个事啊该怎么办 说好不好 好的 我得放心啊 走慢一点 周老师 周老师 好婆有什么事吗 我想了 好婆那有一件事情想跟你商量商量 哎 那好 那进来坐 请进来 下期 好婆坐 啊 坐 什么事您说吧 你看我们两个这事 能不能都国家的承认呢 哦 那得到工程处去公证了 好婆 啊 这件事 我看是不是跟大伙商量商量以后 再办 你看好不好 啊 周老师 嗯 好婆说了 现在各家都在忙各家的事情 所以呢 就不想麻烦大家了 想请周老师您帮帮忙 就是看怎么样来公证 好婆对吧 嗯 嗯 那这件事可没那么简单呢 那我得考虑考虑 嗯 嗯 好的吧 嗯 好婆慢走啊 走啊 小心 妈 好婆和小保姆的事非同一般 你尽量少参与 免得我们惹来麻烦 对啊 管别人的事我们都没阻拦 这一次牵涉到老太太的遗产问题 就是 依我看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 我知道 嗯 怎么样 这两天挣多少了 挣多少 反正比你挣得多得多哟 嘿嘿 比我挣得多就算有本事了 那当然了 不过我告诉你啊 我的聪明才智才刚刚发挥 也就是十分之一吧 跟我这甩胖啊 什么叫甩胖 听不懂了 嗯 说你胖你就喘 这叫甩胖 哎 那我就再甩一大胖 告诉你 准备再开个店 咱们家可是三代同堂 按说 能分两套房子 你要是来一套临街的 不就可以开店了吗 哎 这倒是个好办法 可是不行啊 哎 这倒是个好办法 咱妈 咱们和咱们又得挤在一起了 那让你妈走啊 走 上哪儿去啊 哎 你妈生了五个呢 又不是你一个 可是她们都在外地啊 外地怎么了 这是她们的妈 她们就得管 她们就有责任管 哎 话不能这么说 没结婚我妈就跟着我 这是既成事实的事 所以 我妈还得由我来管 哎 那咱俩是夫妻 这是既成事实的事吧 哪天咱俩一离婚 也可以既成事实 所以什么事情是都可以变化的 别老把离婚挂在嘴边上啊 惹火了我我可真给你提 别喝 刚有点钱腰杆的就硬了 多新鲜 男人靠什么腰杆的硬啊 不就是靠钱吗 哎 你找谁呀 金宝发住哪儿 十一号 金宝发在家吗 你是谁呀 有什么事儿 我是谁跟你没什么关系 找他有什么事儿 他心里最清楚了 我是他老婆有权力知道啊 你要是不愿意跟我说 那就请出去 问你老婆 你老公去 他心里最清楚啊 我说没法养过这个孩子了 小妹 这里有你爱吃的东西 妈没法养活 你呢 你就在这儿好好待着啊 看着你 哎 你回来 哎 你把孩子领走啊 有你这么狠心的当妈的吗 哎 你家住哪儿啊 我妈不让我说 为什么 不知道 咋 哪来的孩子 问你自己去 我又不在家 我怎么知道 你不知道 他妈说了 你最清楚 他妈是谁 你装什么算 谁的生活问题 要你来解决 我没什么必要装算 我 不是 那个孩子 你妈叫什么名字 不知道 你 你爸爸叫什么名字 不知道 你叫什么名字 不知道 你好好想想 这孩子是哪来的 我从哪好 好好想想 我真不知道 他妈找的是你金宝发 这孩子 他不知道别人家里头 怎么单单扔给你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事吧 这其中的原因 只有你知道 你给我说清楚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这不是强人所难吗 我要知道的话 我不把他给送回去了 那什么 孩子 乖啊 告诉大白 你们家住哪 不知道 不知道 你爸妈在哪上班啊 不知道 你爸妈在哪上班啊 你要再不知道的话 大妈就要打大掰了 快说 不把他打电话 不把他打电话 要你再打电话 哪来个小弟弟啊 叫的倒挺顺口啊 哪来的 问你爸去 别拿着了 快沉的 谁带你老大 我妈 那你妈呢 不知道 那你爸爸呢 哎呀你别问了 问什么他都不知道 我去告诉警察叔叔 让他们把你带回家 不不我家就在这 谁告诉你你家在这的 我妈妈 又回来了 弟弟啊 晚饭吃过没有啊 没有 想要吃饺子 想 我们边聊天边吃饺子好不好 好 快点下饺子去 我没这功夫 我去下 下饺子 来 弟弟啊 我问你 你在哪上幼儿园呢 不知道 不知道 爷爷 爷爷 这是谁家的孩子 哎 告诉爷爷 你叫什么名字 不知道 不知道 这孩子傻的可爱 饺子煮得了 哎呦好 吃饺子来 爸回来了 来来来来 哎 吃饺子 哇 哎你们吃了吗 爸 先吃吧 怎么回事 那什么 这孩子他妈 把他扔到咱们家就走了 问他爸妈妈叫什么名字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 问他家住哪 他不知道 问什么他就不知道 他不肯说 那好吧 那就让他在这儿待着吧 等他妈妈想他了 就把他带回去 来 小子 去 爸 不行 这孩子不能带咱们家 妈 爷爷说的对 我想他妈妈 不会不管他的 你说对吗 好婆啊 十一号除了周老师 还有谁有学问 那就是周老师的儿子小虎 那除了小虎呢 有啊 湘湘也蛮有学问的 好婆 既然周老师不肯帮我们办 我想去找湘湘帮忙 湘湘这个人呢 独来独往架子很大 连周老师都不肯办的事啊 他就更难说了 好婆 试试看嘛 说不定他肯帮忙呢 我不想去麻烦他 你不用去 我可以把他请过来 如果你愿意 我现在就去 那你就去吧 你等着吃完饭再去啊 我回来再吃 这是新买的龙井茶 好 你尝尝看香不香 真不错哎 你能喜欢我真高兴 我好像买少了一点 没关系 没关系 去看看这是谁呢 啊 香香 啊 不好意思打扰你了 有事吗 啊 是好婆叫你去一下 好像有事情 啊 那你先去吧 我一会就来啊 是我们这十一号的孤老太太 一个人怪可怜的 我去看看啊 去吧 那你自己喝茶 嗯 嗯 爸 哎 爸 我 我 我在想要妈妈啦 喂 Parents 我要妈妈 那你告诉爷爷 你妈妈在哪啊 爷爷带你去找妈妈 妈妈不要说 你不说的话 怎么能找到你妈妈呢 别哭了 烦死了 你别害我们了 快把她带走吧 往哪儿带呀 问你啊 我怎么知道 我这正琢磨着呢 我这孩子肯定是有来路的 废话 没来路 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人说话好听一点好不好 这事是你惹来的 你还想听好听的 等明天弄清楚了再说 先安排他睡觉 我不管 明天一定得把他给我弄手 我买早点去了啊 爸我去买 我去买 你管孩子吧 好 你还坐下来 这鞋带弄好 梁梁梁 快来帮帮个忙 嗯 爸 我待会儿跟得红出去 好 哎 哎 爷爷 今天双休日别走啊 陪妈上街 妈 我要去公司上班 罗房正热销呢 啊 哎 你把他给我带走啊 别让他在家里待着 我看见他就来气 你生这个气 不值 不值 你少说封联话啊 算了算了 别真把人给气坏了 我我们出去 我们出去出去 我不走我不走 我叫他来去 我 我们出去 我们出去啊 再待会儿就回来 好不好 走走走 出去 哼 自找的 我还刷牙吗 哦哦 那么他们就得先买个牙刷 对吧 啊好买牙刷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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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来的个孩子啊 哎呦 是是是 哪来的啊 外甥啊 哎 外甥 还是外孙呢 老爷子 今天怎么您来早点呢 哎 哎 怎么家里有客人呢 哎 这孩子是宝宝的外甥还是外孙呢 哎 过两天他妈妈就领他回去了 嗯 怪了 好不好吃 好吃 幼儿园的老师有没有告诉你说 小孩要诚实不能说谎话 哎好急了 那你告诉我 你爸妈叫什么名字在哪上班 我不知道 你刚刚说要做个诚实的孩子又说谎了呢 是我妈不让我说的 你妈为什么要不让你说 妈妈说你不发给爸爸工资了 哎呦 那你 那你 那你告诉我 你爸爸叫什么名字 说不定我可以想办法发你爸爸工资啊 不可以告诉你 那那那那那你 那你告诉我 你爸爸妈妈住在哪里总可以吧 不可以 哎呦 那怎么办呢 哎呦 你是不是生我气了 是啊 那你也别告诉我 你爸爸妈妈叫什么名字在哪工作 不就行了吗 你不生我气了 不生了 不生了 连这孩子啊 是哪来的都说不清楚啊 肯定有问题 你别乱猜起了 宝发这个人多正气啊 你这个人呢 社会故事听得太少了 哎呀 现在不少有头有脸的人 外面都有花样 你说别人我气 你要说宝发呀 我不相信 会抓老鼠的猫 不一定会叫 你看啊 宝发现在当了经理了 外面那女的找名分来了 哎 她倒是什么都有了 可苦了莉莉她妈了 哎 你怎么到越说越像了 哎 不信你看着 反正啊 我是坚决地站在莉莉她妈这边 哦 照你这么说 那我倒正也同情莉莉她妈了 那还等什么呀 咱们去换换她的心 哎不不不不 这个事可不能莽撞啊 万一 要是没有这回事 那多尴尬啊 哎呀 我们可以见机行事嘛 可 怎么怎么开口呢 找周老师一块去 周老师啊 对啊 周老师大概不会去的 哎呀我跟她说过了 走吧走吧 哎呀走吧 快坐吧 好好好 别忙我 莉莉不在家呀 哎上班了 哦 也又去听机器去了吧 哎 是啊 哎 宝发呢 也出去了 我们坐一会就走 难得双轻人你要走 休息休息 宝发呢 哎怎么这个 天就转暖了 不知道这个屋子什么时候拆啊 是啊 户口倒是又查了一次 我看快了吧 估计这房子啊 按户口分 没有民分的 针啊抢啊也没用 是啊 是你的推不掉 不是你的 抢也抢不来呀 对呀 莉莉妈是个开明的人 想穿了 男人就那么回事 外面花心啊 你让他去呀 没了 还被他老老实实回家来呀 哎 你们是听到些什么了 没有没有 真的没有 没听见什么 没听见什么 我是个直性子的人 既然要帮莉莉妈 那就把话 通通快快说出来 莉莉妈 你们宝发呢 是个好人 她这种热心肠啊 很容易帮错人的 万一 我是说万一啊 她在外面 有什么花心的事 当然不是宝发花心了 我是说那个女人啊 硬缠着她的话 您就别往心里去 男人嘛 经不住年轻女人的诱惑